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网友也算说人家收空了才拍影片吗 我们现在军事经济整个的反制 让这个全民都遭了殃 而网友也说难道现在绿营就高兴了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为将来宾第一位是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员谢涵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法委员洪孟凯 大家好 还有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云你好 大家好 大陆昨天展开对台军演 那么外媒路透社也引述了台湾知情人士的消息 说今天上午大约是有十艘军舰越过海峡中线 还有大约二十架共机 也曾经短暂的越过中线 虽然说蔡政府现在宣誓说要坚决捍卫主权 不过日本防卫省昨天就发布了轨迹图 延迈大陆发射的十一枚导弹当中 就有四枚是越过台北市的上空 等于是穿过了台湾防空部署最为密集的区域 在消息一出网友就炸锅炮轰国防部说 飞弹都从我们头顶飞过了 还在骗百姓吗 政府是不是在装死 如果日本不讲的话 政府难道就不出来了吗 事后国防部澄清说 因为这个导弹的路径是在大气层之外 对地面没有危害 因此不予公布 但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就认为 大陆都已经把演习区画在台湾家门口 而导弹也已经飞过老百姓的头上了 按照规定是应该要发布警报的 如果说在外海的地震都会发细胞简讯 那政府就算不想发布空袭警报 为什么不发个预警的细胞简讯来通知百姓呢 否则万一有什么突发状况 大家难道不会无所适从乱成一团吗 李文 本来就是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同胞 做这种认知作战呢 事实上中国大陆在军演 已经让大家都神经绷紧了 两岸关系在这时候已经是一触即发 非常拉得非常的紧 这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形 那么就在这个时刻呢 我们大概也展现出 到底我们的国防部 还有我们的政府 有没有保卫台湾的能力呢 难道说 污住眼睛 污住耳朵 假装不知道没看到 就可以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在沙子里面吗 结果我们还是因为日本的关系才知道 飞弹从我们的头顶飞过 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东风弹道飞弹飞越台湾本岛上空 包括国防部署爱国者飞弹的 万里星夜汉南港 但国防部却没发布防空警报 甚至日本媒体报道 共军四枚导弹在演习首日 飞越了大台北地区后 国防部深夜才开记者会公布 一规定本岛沿海70里就是警报线 全民纳闷为何没发空袭警报 它通过这个台湾上空的时候 高度多少 然后飞行时间多少 然后预计落弹点 发简讯给全部的人员都知道 但国防部解释弹道飞弹发射后的 主要飞行路径位在大气层外 对飞越的地面区域并没有危害 即便未打发警报的标准 但专家认为根本不该连飞弹来了 都瞒着民众 超过一百公里的卡门线 弹道飞弹在这个区域上面的话 的确可能不符合防空警报 释放的一个标准 那但是国防部应该就要告诉我们 其实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不是由日本防卫省公布之后 然后我们再追开记者会 网友炸锅是怕民众被威吓 所以不说吗 干脆规定全民不准抬头看好了 飞弹从头顶飞过 你竟然骗百姓还不肯说 炮红政府狂装死 日本不讲你就不出来 根据日本防卫省所公布的轨迹图 其中就有四枚导弹 事实上是飞过台北上空的 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 不太可能我们不知道吧 不知道的话 那真的我们的国防部可以关门呢 那如果知道的话 是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的呢 是总统府蔡英文下令的吗 是顾立雄建议要求的吗 还是在论文门里头的 陈明通建议的呢 还是国防部自己建议说 哎呀这个就是让大家都不知道 就没事了呢 这样的一个决策 是不是应该让大家清楚 重大的国安事件 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决策系统 什么样的考量 好 那么就有陆海军的研究院的专家出来讲 这可是破天荒啊 第一次有导弹穿越台湾的上空 爱国者飞弹密集的部署区域 而且就在美国神盾舰的眼皮底下 精准的命中了解放军要军演的目标 所以这就是解放军对台也对全世界 展示他的火力覆盖能力 而整个昨天开始的泪封锁整个台湾 然后把他的整个军事的势力范围 包覆了台湾 那这是什么意思 人家都已经这样亲门打好啊 然后已经把它显示他的军力到这种程度了 那我们还要假装不存在吗 网友就说了 难道是怕台湾会被吓到吗 怕台湾人会吓到所以才不说吗 对我们自己台湾人这么没有信心吗 不然干脆规定全民都不准抬头看就好了啦 抬头也看不到啦 因为在大气层外面啊 飞弹都已经从我们头顶飞过了 而且是最密集部署的大台北地区 所有政经人口最密集的大台北地区 然后你还在骗百姓不讲 还在那边狂装死 要不是因为日本出来讲的话 根本 如果这时候有民众有人讲说 飞弹从头顶过搞不好 还被我们国防部被我们外交部说 要来查假消息了 那如果不是因为日本政府公布的话 难道就这样装死下去吗 欺骗全台湾人吗 然后结果是我们被大踩红线 大陆就大踩我们的红线啊 不只是飞弹从头顶过 而且多少军机都飞过了海峡中线了 你们还假装不知道吗 自己不公布 然后让日本公布 这样有比较好吗 民众会比较有信心吗 好了 谎言被拆穿了之后 那怎么圆谎呢 就更离谱了 国防部只好出来解说解释 那说什么呢 说因为这几个飞弹的飞行路径是飞到大气层外 很高很高啦 所以呢 对于地面的台湾没有危害 那所以咯 没有危害那现在意思是什么 我们不需要过度反应 那现在意思是说日本政府过度反应 日本政府是挨挨挨是在挨挨 你看我们台湾都觉得没有事啊 反正老共的飞弹飞这么高 所以不干台湾的事 那日本干嘛出来叫 那日本干嘛出来抗议 所以你现在是在笑日本大惊小怪吗 现在是我们的国防部觉得 日本人大惊小怪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国防部还说 他们事先就预测落点是东部海域 所以掉到海里面 对本岛地面不会构成危害 所以也没有发布空袭警报 那为什么人家日本要发布空袭警报 当时北韩的飞弹 飞越了北海道的时候 那人家为什么要发布空袭警报 所以台湾国防部要去交交日本啊 日本怎么这么大惊小怪 是不是 然后呢 国防部还继续讲更离谱的是说 那人家日本都公布 你为什么不公布 那国防部说是为了保护国军情间增的能量 所以不公布飞弹飞行路径的相关资讯 所以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那所以呢 这个日本公布 日本防卫省大辣辣地公布所有的轨迹图 所以日本是怎样 所以日本现在就是通通都被阿公啊解放军看光光的就对了 为什么日本人有这么笨吗 那台湾国防部你要赶快跟日本人讲啊 他们怎么这么傻傻的去公布了呢 不是被人家看光光了吗 所以你国防部所有的谎言就不公自破 然后你还想用更愚蠢的谎言来掩饰自己的错误 掩饰自己的无能 掩饰自己的孬 掩饰自己不知道怎么面对老共的军演 所以所有的这些离谱的借口 通通都被日本的动作全部通通都拆穿了 军事专家也出来讲 说没错啦 飞弹是飞越了台湾上空 而且离地恐怕高达100公里以上 所以呢 台湾呢 国防部怎么样 没有采取动作 因为我们的防空飞弹根本追不上 所以不拦截也没错 因为有人在讲说 那都飞过去了 中间要不要把他拦截下来 结果没有想到军事专家是说 拦截不到啦 算了 然后另外一位军事专家 施孝伟也说 我们这爱国者飞弹很贵 大陆的导弹弹道又很高 反正又不一定拦截得到 所以这个钱就省下去 就干脆让他过去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台湾民众会比较有信心吗 好 那如果他飞越台湾的上空 可以打到关岛呢 那就让美国人去紧张就对了 那前空军副司令 张延廷就说了 政府应该要依规定发放警报 因为这次没有发空袭警报嘛 而且要比照地震防灾 来透过简讯 告知飞弹何时何地通过 以免突发状况 让民众猝不及防 好 就算你觉得 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不会有危险 但是你起码也像地震一样 发个简讯 让大家知道说 现在有军事演习 现在有飞弹通过了台湾的上空 你总是要让台湾百姓知道说 现在发生了什么情形 行什么总控嘛 柯文哲市长也说 应该要尽量的公开透明才对 让民众有些准备 网友就说了 当时北韩导弹 经过北海道的上空的时候 日本就已经发空袭警报了 那为什么台湾不做呢 所以同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日本的反应 跟看到台湾的反应完全不同 大家就想请问蔡英文了 你这辈子有想过 飞弹会从自己的头上飞过去吗 还是继续用这种 RQ的精神战胜法 反正让哪个伪姓都没有感觉 舞照跳马照跑 反正台湾还是继续过 我们自常的日子 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 对台湾的民众这么没有信心 那难道用这样子的一个认知作战 就可以展现出台湾人的勇敢吗 老共这样会觉得 你们觉得老共就会觉得说 反正我军演也没笑 反正台湾人都没有感觉吗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笑了 这在是演什么办法 看不懂 其实不是只有四枚导弹 飞遇了台北的上空 我公布也证实了 大陆有22架的战机 越过海峡中线 大陆的无人机也在金门 还有台湾东部的海域线中 纽约时报就表示说 这次情势比96的危机更复杂 也担心会擦枪走火 那么对比当年的军演 其实整个军事演习室 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加起来 也不过打了10枚导弹 但光是昨天一天的时间 大陆就发了11枚导弹 那么蔡英文总统后来就对大陆喊话说 要维持现状建设性的对话 可是过去六年来 绿营靠着炒作芒果干 获得了不少的政治红利 蔡政府有想过这辈子会看到 导弹从百姓的头上飞过吗 而台湾人有想过 导弹从头上经过的时候 警报竟然没有想 要问日本人才知道吗 韩明哥怎么看 其实现状已经永远改变了 因为以后老公没有在管你什么中线 没有在管你什么防空识别区 人家没在管这些 所以台海的现状已经改变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战略部署 也要跟着改变 这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 你这样什么话术都没有办法去救 那问题是 昨天明明就是飞弹这样穿过去了 为什么国防部不讲 而且国防部不只是不讲 请大家注意 国防部第一时间在讲什么 他讲两批导弹 一个在东北角 一个在西南角 结果这些资讯是错误的 因为南边的是在墾丁外海 不是在西南 西南是靠高雄这一块 它实际上是我们正下方 靠墾丁外海这一块 然后还有东部海域也打 国防部为什么要刻意告诉民众错误的讯息 请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保护他的勤收能力 让大家觉得我们的能力很差 他的勤收能力 没有什么 国防部的勤收能力没什么好隐藏 你的情报就是美军告诉你 不然还有什么情报 难道你在那边有卧底跟当年一样 跟当年因为李登辉知道那是空包弹 所以害死我们在那边的间谍人员 是这样吗 根本不是嘛 实际上这一次在还没有演习开始之前 我们上 我们之前就已经讲了 他非常有可能直接穿过你本岛 为什么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威责你 那威责你最好的方式 就是直接穿过你头顶 那你拦也拦不到 所以也不只有我预测 其实很多人都这样预测 那所以你当淡早点又在东部海域的时候 你要告诉人家说他没有经过上空 请问一下你们到底是怎么想 你怎么会觉得你讲出来话会有人相信 然后国防部一开始先是报告你错误的地点 然后后来承认了东部确实也有落代 然后呢 问他有没有经过上空 一开始说没有 后来呢又在那边不置可否 好像在有跟没有之间 这是什么薛丁格的飞弹 是这样吗 他永远都不会落下来 他胡扯什么东西啊 你就老老实实跟大家讲会怎么样呢 不要跟我在那边鬼扯一大堆什么什么 会影响到你的情知收集什么 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是用乐山雷达去看 那乐山雷达谁在控制 美军在控制 美军要不要跟你分享情报 他想给你就给你 不想给你就没有 就这么简单 那日本人为什么这一次突然之间会公布这个整个航机 整个弹道的轨道 然后那个弹早点 理由非常简单嘛 因为他的专属经济海域被打了嘛 所以他要给日本国民交代 所以赶快公布这个 意思是什么 表示我们日本防卫省全程都监控了 所以我们有尽到我们的职责 那这个就把你国防部的脸打得啪啪响 因为人家这样做 人家表示他尽责了 那反过来的意思就是你国防部不尽责啊 你该告诉我们的资讯你没讲 大家还记不记得国防部还说了另外一个谎 就是演习当天的时候 我们那不是演习当天 就是佩洛西来的那天晚上 老共的经济不是一直传出来说 穿过海峡中线吗 那国防部一直告诉我们说没有 都没有穿过海峡中线 结果你说没有是吧 第二天你22架一起来 就给你看 国防部每次都要这样被人家打脸才高兴吗 讲这种谎到底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在我看来 你如果在第一时间 就直接告诉台湾民众 不要惊慌 我个人认为 你不发布防空警报是对 为什么 因为反正你也拦不到 因为我们的爱国者防风飞弹 你的射高就只有大概30几到45公里左右 人家射到100公里以上 你怎么可能拦得到 那反正他也不会降落到 淡灶点也不在台湾奔倒 所以你不用发防空警报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立刻该记者会说明啊 说明我们全程掌握他的状况 然后知道他的淡灶点在东部海域 所以对台湾的生活没有影响 请大家放心 我们国军全部监控 而且像日本一样 把整个轨迹图都画出来 那这样民众会因为这样开始恐慌吗 不是吧 大家是反而对国防部有信心吧 觉得国防部真的全程掌控了 那为什么日本人能你就不能了 你就一定要神神秘秘 搞得好像每天在玩情报游戏一样 那日本上次他公布北韩打飞弹的时候 他只有提前四分钟告知 被日本民众骂翻了 可是再怎么骂翻 他还是尽到他的职责 因为飞弹说真的 飞行的时间就只有几分钟 所以他能够提前四分钟告诉你也不错 我们在客观的理性的去考虑这个事情是这样 所以国防部如果能够在飞弹过来的时候 他还在空中飞还没有降落的时候 你就直接发细胞简讯 我们不是防疫的时候很爱发细胞简讯吗 这时候你也可以发啊 发细胞简讯告诉大家 有共军飞弹经过本岛上空 但是不会对本岛影响 他估计落点在东部海域某某处 东京多少北纬多少 你这样公布出来不是大家都很安心 就只是一个飞弹画过去而已 而且你全程掌握情报 这样不是比较好吗 所以我真的拜托国防部 从红仲秋世界一路到现在 你们永远学不会 有的时候诚实才是对民众最好的一个交代 如果这一点你都学不会的话 国防部只会让大家越来越没有信心而已 国防部的说法 他说呢 大陆军演的目的就是要恫吓台湾 为了保留国军的这个叫做情间争的能量 因此不攻不倒战穿越台北的讯息 台北市场客观者就抛红说 你至少要尽量公开透明吧 让老百姓有所准备啊 网友也质疑 北韩导弹经过北海道上空时 日本就立刻发了空袭警报 是日本人太紧张太小题大做吗 为什么台湾没有呢 如果国防部适时公布导弹的讯息 不等于也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呢 大陆你们的动作 我们全部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就算不发警报也不拦截 至少也可以让大家感觉说 一切都在掌控当中 国军会保护我们啊 结果蔡政府现在是完全不告诉人民 还被日本抢先公布之后 才肯除名这样真的对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孟凯 如果说万一发生什么突发状况 难道让老百姓连个几分钟 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吗 是啊 还是都要让日本人告诉我们 真的非常奇怪一件事情 第一我们先讲 大陆说这次的军演 是要为了要恨恨台湾啊 那一样 国防部我完全听不懂你的逻辑 你说我不公布说这个导弹有经过 是因为我要维持我的征收能力 你不是也应该要告诉国人 借此传达讯息说 我们也都掌握一举一动 因为掌握这一举一动 也因此我们是有能力 有情报的能力的 这样子才会有一个对等的状态 现在大家不要忘记 这一次发射的这个导弹 是所谓的弹道飞弹 弹道飞弹短程弹道飞弹 它的射程是有0到1000公里 1000公里以内都是它的范围 所以今天国防部想要粉饰太平 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 我没有事先先跟大家讲 难道这是要演所谓的 千万别抬头台湾版吗 所以今天很多人 我看到网络上就有做这个图 千万别抬头是说陨石要砸下来 大家还在歌舞升平 那一样难道民进党政府 要让台湾民众还是歌舞升平 即便是飞弹从头顶上飞过 我们也要装没有事情吗 更重要的是 今天国防部你可以选择不讲 你也可以选择讲清楚 还有更重要的是 你绝对不能选择 当有人问你了 你连讯息都还说谎 我觉得这才是令国人 觉得说最要不得的事情 所以昨天下午先讲说 没有这样的事情 后来晚上日本政府那边发布了 我们才晚上紧急的再证实 我觉得这样子一个作为 真的是已经没有第一时间掌握 而且更让国人觉得说 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安心的一个状况 而且更重要的是 所谓的这些简讯 你记不记得之前地震的时候 我们突然间同在同一个空间里面 手机都马上会震动 还有我记得之前连豪大雨的时候 也都有相关的讯息 尤其是一些偏远山区 因为你要提醒大家去做避难 结果新天飞弹经过 你反而没有这个讯息是怎样 飞弹比大雨来得不严重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现在民进党政府真的非常奇怪 那最后我们必须要说 这一次当然是非常严峻的一个状况 甚至很多人就提1996年1997年的台海危机 都讲说现在其实是比那个时候来更加严峻 而俄乌战争的例子发生在之前 俄乌战争要开打之前 国际上的人也都觉得说 应该不会打 应该不会打 但是乌克兰的民众其实是非常警觉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其实国家也都一而在 在而在而告诉他们国内的人民 有相关的一个资讯 我们当然希望台海和平 我们当然希望台湾跟中国大陆 以及全世界都保持友好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民进党政府绝对不能 你现在还在掩饰太平 你还在盖牌 难道你想要拖过 为了今年年底选举 或是为了什么样的政治目的考量吗 我们认为向国人说实话 就是最好的方式 到底是导弹飞过去 国人比较担心害怕 还是国防部会说谎这件事情 让国人感觉比较担惊受怕 更可怕的是 我们不是没有碰到军演跟飞弹 我们还碰到了骇客来攻击 从裴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大小单位就不断传出 被骇客入侵 甚至是总统府外交部 国防部的官网都被骇客给攻陷 但昨天就传出了 不是只有这样子的 连警政知事联网 警用行动载具 竟然没有办法连线 全台湾的警察全都大喊救命 事后警政署澄清说 不是不是骇客攻击 是机防故障 但这样的说法 网友是质疑的 就这么刚好吗 而且这么重要的警政系统 有一个机防故障 就全台湾全面瘫痪吗 而国防外交部的网站 也在凌晨时候又挂点 是连续两个晚上瘫痪 连续两个晚上 被骇客给攻陷了 行政院证实说 台湾受到网路攻击 是平常的23倍 可是网友就说 我们不是有天才IT大臣唐凤吗 那蔡政府 如果你不要跟大陆沟通 又频频踩红线 敢做 是不是应该要拿出对策 来解决问题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坚哥 事件议员 因为连国防警政这种 是保护百姓的单位的网路 都会被瘫痪 那他们连自己的网路 都保护不了 我们可以相信 他们真的有办法 可以保护人民吗 你说的这确实是非常重大的问题 那事实上 骇客或者骇客集团 长期以来都在攻击 我们台湾的网路 他们希望能够瘫痪 我们台湾的网路系统 那其实不止我们台湾 其实全世界各国都这样 我就举美国来当例子好了 您刚提到说唐凤 是我们的IT大臣 其实即便这么优秀的IT大臣 一个人或者他一个部位的力量 恐怕都很难一下子就解决 这个骇客攻击的问题 我举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 我举他们做例子 去年他们才刚发生过 被骇客集团勒索 因为绑架了他们的软体资料 用这个来恐吓勒索美国政府 当时拜登总统还公布了紧急命令 发布了紧急状态 他勒索他们什么呢 骇客集团窃取了 他们最大的燃油管线 叫做殖民管线 这个旧的称号 是美国最大的燃油输送管线 那么这些骇客集团 侵入了他们的网路 窃取了这些软体的资料 那用这个来向美国政府 还有向这些客户们要收取这个署款 那这样的情况即便美国那么强大 他们也只能发布紧急状态 也用其他方式 后来虽然去破解有解决了 但可能不是我们国内小小的一个部会 花了些许的人力可以去解决 但是你说的这确实是严重的问题 我就举光台电前天在军事演习前 台电一天受到的网路骇客攻击 就高达四百九十万次 他们统计他整个六月七月受到的攻击 加起来也没这么多次 一天就四百九十万次 所以可见骇客攻击的可怕 跟他会造成的严重伤害 这确实是我们国内我们政府到民间 大家都要共同来注意的 那我对我们政府有信心也有期许 我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部分 多花点心思精神人力资源 我们也寄望说在给予相当时间 跟资源之后 我们这一个部分能够提升到 非常非常的安全 因为毕竟我们的国情跟其他国家不一样 我们面临到的问题更严重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到市民大头家 大陆围台海实弹军演 蔡总统昨天晚上拍了影片 向民众信心喊话 除了怕通大陆之外 也表示台湾是不会被挑战给击倒的 但网友似乎好像有不少人都不买单 就有网友酸说 人家都收工回家了才来拍片吗 甚至还有人质疑说 这摄影棚真的在台湾吗 而赵少康也炮轰蔡英文 不准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卡 而且就连曾经说过 要拿出扫把战道一兵一组的苏贞昌院长 也没有拿他的扫把出来展示 而开个记者会 还只有看到发言人出现而已 那么现在人家的导弹 已经飞过老百姓的头顶了 过去追来喊抗中保台的那些人 现在到底在哪里 立文 好 台湾最大的网红蔡英英 昨天在深夜的时候 就发了这个影片 说大陆在台湾周边 进行实弹射击演习 这种刻意持续升高的军事威胁 台湾从来不会被挑战所击倒 好 还是一样非常空洞的话语 那么讲完了之后 我们还是不知道 大陆到底发了几枚飞弹 多少飞机飞过了海峡中线 然后国防部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动作 通通都没有 那么网友就真的乍翻了 说果然是网红了 人家解放军都已经收工回家多久了 好 被日本爆了 你才不得不出来讲话 不然他们还假装没事 飞弹都已经飞过你家了 飞弹飞过了都不敢告诉国民 然后你现在讲这个话完全没有重点 好 赵少康也看不下去了 你就说就选举到了最会喊抗中保台 可是现实事件你却只会低头求和 潮水退了才知道是谁在用嘴巴保台 苏贞昌呢 苏贞昌跑哪里去了 你的哨把呢 郭正亮就说 平常一天到晚在那边大吹着抗中保台的人 就是陷我们的国军于危险之中 换句话说 今天这样的一个军演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 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剑拔弩张的状况 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 那这样值得吗 就陪洛西来我们到底是有增加了多少实质的好处跟进展呢 好像也看不到嘛 所以这样子白忙了一场 然后把整个的现况全部通通都已经破坏掉了 海峡中线现在也是参考用了而已了 不像过去了 飞弹也可以直接从你头上飞过了 反正你们家国防部不是说没关系吗 国防部这种态度不就是没关系吗 把你阿公打拨拨来吧 拨比较高的就好了 拨去拨啊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你国防部的意思就是告诉解放军说 没关系这样子非可以了 那我们这还是干嘛 好不止这样 现在大家也都在担心啦 因为8月3号的时候 大陆商务部不是宣布要暂停天然沙出口到台湾吗 这天然沙可是没有那么的单纯的哦 不要以为只是拿来盖房子而已哦 它可以用在要看什么样的天然沙 它还会用在晶片的制造 所以就有人说了 这可以作为细材料的重要来源 可是会影响 如果静卖台湾天然沙的话 是不是就捏住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要害呢 这是会影响我们的护国神山的 大家不要再每次都怎么样 好像把它淡化粉饰太平 好美国德州的教授翁吕宗就出来讲了 他说常常我们都在讲半导体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但是台湾绝大部分的人不要忘记 并不是在护国神山里头上班 毕竟人有限啊 多数的人是在其他的产业 传统产业啦服务业啊或很多其他的产业 所以其他的产业如果受到冲击 我们的经济实际上就会遭到打击 大家的荷包也就会缩水 所以不是说今天台积电还没有被直接的影响到 就没关系 这些不管是饼干糖果高饼叶 或者是鱼产农产品 都是实实在在的打击到台湾很多基层民众的生计 难道这些人都不值得我们关心吗 政府真的把台湾搞成这样 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叫你很高兴吗 网友也继续讲了 农于民何估 业者何估啊 为什么付出来的这个政治成本是由这些人买单呢 你有视线问过他们吗 有视线问过说阿罗培洛西来 你们的生意不要做好不好吗 台湾还是个民主国家吗 还是以民众的利益 民众的生意为优先考量吗 还是执政党的选票利益才是真正的考量呢 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放军的军演啊 中线也穿越了 临海也侵犯了 那么各国都很担心会不会擦枪走火 郭震亮就分析说大陆军演到底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看你各方会怎么反应啊 所以看到了台湾国防部的反应了吧 问题是呢 陪洛西离开台湾之后 美国除了口头谴责之外 基本态度好像有点置之不理啊 雷更好也走了啊 平常嘴巴上讲说是坚入磐石的那些人 遇到危机之后人在哪呢 而过去绿营大内宣呢 都把蔡总统塑造成一个勇敢的形象 给马总统贴上一个软弱的标签 但是有个媒体人逆风的乌鸦就指出 其实过去台湾渔民在钓鱼台 菲律宾发生渔业纷争的时候 马政府都是立刻派出军舰来护航维权 最后还因此促成日本跟菲律宾 和台湾签订了渔业协定 现在大陆把演习区已经划到台湾家门口了 导弹也飞越了台北市了 那我们勇敢的蔡总统除了口头谴责 让海峡中线被消失之外 他到底做了什么来表现出 我们寸土不让的态度呢 兵哥怎么看 难道说是他去出席美食展 展现出他很淡定吗 就可以保卫台湾 其实这一次佩洛西来 人家去问外交部说 那到底我们台湾获得了什么好处 外交部说 菲律宾来之后 以后台湾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 交到更多的朋友 你确定 菲律宾来之后老共立刻演习 结果呢 欧盟自知不理重生一个中国 联合国自知不理重生一个中国 日本本来不吭声哦 林芳正说我不评论 后来是日本自己的专属经济海域被打导弹了 然后才说 那个老共你那个演习应该要赶快结束 然后美国呢 航舰先跑 跑到安全地地方悄悄继续看 一生美根 美国到现在 没有谴责解放军的演习哦 没有哦 也没有立刻要求他立刻停止演习哦 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情哦 所以这一次佩洛西来 不只台湾的国际地位没有提升 没有交到更多朋友 台湾国际地位是下降的 因为你逼着一大堆国家承认一个中国 不是吗 然后现在人家亲朋大户了 人家直接把演习的地理都画在人家门口 画在我们的领海之内 那请问一下我们的蔡依依做了什么事情 什么也没做 而且还躲起来 一整天不见蛋 要等到人家全部导弹的射击的玩乐 半夜还用发录影的方式来发这个新闻 今天早上他不是去衡山指挥所 他去参加一个美食展 是啊 我本来以为他是确诊 不然的话 你如果是确诊 那你不能出来也就算了 结果你去美食节 去得很高兴啊 那是怎样 美食节比飞带演习更重要的就是了 台湾陷于安危之中 比不上吃东西就是了 是怎样 民以食为天吗 是要先吃饱再讲话吗 是这个意思吗 这到底在干嘛 我就觉得很奇怪 照理来说 他甚至还没有开始演习 他宣布要演习的时候 蔡英文就应该立刻出来见媒体 然后严正的发表驳斥的声明 然后宣誓我们台湾要怎么样应对 结果没有 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 等到人家真的实弹演习了 你才用录影的方式 奇怪你真的去见人你会死啊 你已经多久没见到记者 你多久没给记者访问 你到底是怎样 你到底还活着没有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真的蔡依依啊 还是你早跟金正恩一样 早就替身再代替了 不然的话 为什么总统在这么关键的时候 都不愿意出来见人 然后只有美食展才要去 确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过去马英九被你们骂得这么惨 马英九至少 面对菲律宾 面对日本 都敢抢硬啊 派舰队出去啊 直接跟他们对干啊 结果到最后是什么 到最后是对方让步 跟我们缺预约协定 那结果呢 蔡依依一上台 对日本就变大哥哥 然后从此以后我们的渔民就开始说了 然后对美国变爸爸 然后美国叫我们吃来住就吃 叫我们干嘛就干嘛 结果换来是什么 换来是共军直接走到你家家门口 然后呢 你寸土不让 对啊 因为让的都是海嘛 你把海全部让给人家了嘛 不是吗 那台湾还要被逼到什么时候 你们这些平常抗宫保台人呢 王八千 蔡易渝 你们这些人 为什么不穿着军装 赶快冲到前线去 说我第一个 要去找老共挑战 怎么没这样讲 为什么一个人缩起来 都变缩头乌龟 所以这些人 根本就是出卖台湾的一群人 你们正在害死台湾呢 大陆反制裴洛西来台 不只是有军事的行动 而且还祭出了一连串的经济反制 8月3号还宣布 要对台湾暂停出口天然沙 专家就示警了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说天然沙 开开房子吧 好像影响不大呀 但结果后来发现 原来天然沙还有一个用途 那就是拿来在晶片的制程当中 当成是细原料的一种重要来源 虽然说用量不大 可是却是一种关键的原物料 因此静脉天然沙给台湾 等于是捏住台湾半导体液的 一个要害 虽然说半导体液叫做护国神山 但是学者也说 台湾大部分的老百姓 是在别的产业工作 那现在两岸关系这么紧张 每一个产业都受冲击 网友痛批 政府把台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高兴了吗 政客为了政治利益 真的有顾老百姓的死活吗 而农渔民 各个行业业者 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孟凯偶员 为什么好像现在政治成本 似乎都是由人民在买单吗 是啊 真的大家都很想问 农渔民 我们一般的民众小老百姓 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因为政治意识形态 这样子民进党政府 在操弄抗中宝台 可是到最后 居然是这些人来受苦受害 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最喜欢讲一句话 说哇 你那个马政府 你鸡蛋不要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面 你要降低对大陆市场的依赖性 但是我们先马上整理出来 尤其是这两天 不是连白带鱼 竹甲鱼 都已经被中国大陆这边 因为相关的问题 而没有办法进口 那我们要看 什么叫做鸡蛋 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谁才是把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 从去年3月9月 到今年的6月 跟现在的8月 凤梨 释迦 莲牧 石斑鱼 以及最新的白带鱼 出口大陆的外销比例 占多少 97% 95% 97% 以及白带鱼 几乎接近100% 100% 换言之 过去一直在讲说 鸡蛋不要放在 同一个篮子里 结果你民进党上任 已经现在6年了吧 你这一些品项 反而更加的对中国大陆市场有依赖性 也因此今天一个状况发生了 农委会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因应作为的时候 只能任人摆布不是吗 那这样子谁才是真正害台湾的呢 而且再者 网络上大家马上就讲 就说这样子可能台湾会有一些人高兴 谁就国君还有学童可能开始就要加菜了 但是我们要讲如果说国君或学童真的加菜 那还是用谁的钱去买单 台湾人民的纳税钱 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去买我们的农特产品 再给我们的国君再给我们的学童吃 那这样子不还是一样在我们自己里面来做这个循环吗 其实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 农委会更是一个很奇怪 我们常常讲农委会好像每一次因为这样的事件 就只会吸反射 他会讲什么 他会讲说我们要外销拓展新市场 但是讲了那么久 对中国大陆的依赖性越来越高 我们要加强冷链系统 我们要给予补助 还有争取WTO 所以外销补助WTO 就是农委会因应三部曲 但我们要问 我们倒也很支持农委会 你为我们的农渔民把关 你去跟WTO来申诉 但是过去我们远的不讲 就拿进的 石斑鱼在6月16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一个半月了 我请教农委会曾经纵主委 去跟WTO讲 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 没销没洗 我们也问农委会说 你去跟WTO问的时候 或申诉的时候 有没有成案 有没有报案 最基本的 我们一般小老百姓都常知道 所谓我们有发生事情的时候 要去警察局备案 警察局至少也要开给你一个 这个报案三连单 这才叫完成这个报案的手续 我们就问陈吉仲主委 WTO你有没有去报案了 你有没有去做申诉了 还是你又当这政治黄牛 就是只会跟人家这个空口说白话 只会讲好听话 来安抚我们国内的一个民众 最后 这一次的裴洛西 其实我们一直强调 裴洛西我们欢迎任何的政治领袖 愿意支持中华民国来到台湾 但是你要怎么拿捏 这个是政府的智慧 韩国 他大家常讲 我们好想赢韩国 韩国这一次的影席月 他可以用放假当作理由 他就没有跟这个裴洛西见面 甚至他到最后讲是说 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优先 所以韩国选择总统 不要跟裴洛西见面 韩国能 台湾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过去到现在 民进党政府一直让大家觉得是说 你就是要出口转内销 你就是要做大内宣 所有事情 民众的利益 永远摆在你政党利益之后 这一点才是我们认为 民进党现在执政 最应该被检讨的地方 有人说南韩可能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三星 可是这代表他很在乎他的产业不是吗 所以裴洛西来台湾毕业旅行 让两岸之间现在对峙的情势升高 民众都在问好吧 那请问裴洛西来台湾 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 有BTA吗 答应要让我们加入联合国吗 外交部现在出来给答案了 说裴洛西来是向世界传递 台湾式民主伙伴的消息 对比裴洛西在台湾受到的高规格待遇 刚刚我原来讲到了 南韩的尹熙岳总统直接去放假 然后外交部长说我出去开会了 所以最后就只有国会议长一个人留下来 接待裴洛西而已 结果裴洛西很不满 最后尹熙岳就说好吧 就跟裴洛西讲电话通话40分钟 所以南韩现在选择在大国之间要左右逢源 换来的是经济发展 还有他们不是拿到了萨德飞弹吗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绿营一碰到选举 就说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但是现在我们换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换到了吃萊猪 还有我们换到了大陆的导弹 已经飞过我们老百姓的上空了 所以说我们要请教一下事件议员 蔡政府真的很清楚的知道 什么是国家的利益 百姓的利益吗 远宜 我觉得我们台湾目前做的是 谨守分计 比方说他导弹飞超过一百公里以上 那已经叫做卡门线 那在国际上大家都认为说当一百公里以上卡门线 那是容许各个国家包括他的卫星 包括他的太空船等等可以自由通行 所以我们台湾并不介入这一个部分 包括你刚刚讲的萨德 其实早在五年前 美国本来也有打算找我们跟南韩一起建制这个萨德 但是我们台湾基于我们现实 我们是自我防卫就好 我们不涉入他们其他额外的 说他们更高阶的一些争动 我们不参与就对 所以我们台湾其实有适度的对中共展现了我们的善意 我们的和平 只是中共从来不当一回事 那至于说 北洛西来台湾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两样很清楚的 第一点就是友谊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包括北大西洋共和组织 你看他们秘书党都出来讲的话 那我相信就是自由世界对台湾的友谊就更坚固了 第二点我们大概可以看 其实这十多年 这十二年来 美国对台湾我们光是贸易额 每一年就从620亿美金增加到830亿美金 那而且这当中这些金额大部分都是顺差 顺差的60亿到180亿之多 2020年一年还创下了180亿的美金顺差 那去年到去年的时候 我们光是美国2021年 去年一年从台湾进口的商品就高达780亿美金 也就是去年我们台湾还成为美国第八大的贸易进口国家 它从我们进那么多的贸易额过去 所以事实上我们跟美国越走越近是跟整个自由世界越走越近 但同时我们也不跟中共特殊的跟他交恶 我们没有挑衅他 这一次裴洛基是美国跟我们台湾之间的好朋友 几十年来的好朋友 他又是美国第三号人物 他主动表示要来参访台湾 哪有说客人要来我们表达拒绝的 而且我们已经基于非常低调的 很低调的来完成这一次他的来访动作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上脸书帮我们搜寻数名大头家 帮我们按个赞一起冲破粉丝一万人 贝洛西访台导致现在台湾老百姓 必须要面对大陆的武力威胁 当大家质疑绿营要怎么解套的时候 这个陈时中就跳出来说话了 他说抗中宝台是基本精神 还要大家做自己灵魂的主人 但是网友就很不客气的炮轰说 你灵魂的主人应该是高端吧 不过现在台海情势这么紧张 不就是因为政客操弄了芒果干所影响的吗 而全民现在承受包括了军事 还有经济反制的苦果 怎么还有人在讲风凉话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宾哥 所以只要喊一下抗中宝台 就可以刀枪不入 然后产品通通都卖出去了吗 人家在问你怎么面对这个情况 你刚才说我要做灵魂的主人 到底在讲什么啦 但是我反对说他的灵魂主人 是民进党更高端 他的灵魂是个英识商人 他一直很想做个英识商人 他的血液才是高端 所以这个人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 但是问题是 现在谁来解决台湾面临的困境 我刚刚听到陈吉仲还在讲 什么要向WTO申诉 你从去年凤梨申诉到现在 请问你申诉到哪里去了 见鬼了吧 而且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都知道WTO你去申诉恐怕会更惨 因为我们进了中国大陆所有的农余产品 请问一下你片面的去拒绝人家的东西 然后你去跟 说他不让我卖这些东西 你觉得WTO会离你 然后你现在石板鱼要去WTO申诉 那人家就问你 那你被人家验出来 孔雀石律跟结晶纸 那请问你怎么回答这件事情 所以我真的觉得 陈吉仲根本 他根本也没打算去WTO申诉 而且他也知道申诉根本不可能会过 他那个就是回来呼隆台湾人的 他们每一次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怎么去解决事情 想的只有一个选举 想的只有一个 怎么去欺骗台湾老百姓 同样的 这一次佩洛西的事件也是一样 民进党真的会不知道 佩洛西来之后会造成两岸紧张吗 他真的不知道 佩洛西来之后 两岸之间整个态势可能整个转变吗 可能会让台湾陷入危机之中吗 他知道 可是他不在乎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佩洛西来之后 对台湾民进党年底的选举 非常有利 他要的就是这个 最好老共天天文攻武后 天天演习 台湾人一下同筹敌开 票就直接投给民进党 这才他们想要 那至于这些商人未来怎么活 这些老百姓未来怎么活 你们家的事 蔡英伟已经告诉过林远德 2024是下一代的事情 跟我无关 所以他们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那你们自己选出来这样的一个人 那你就自己等着被人家割韭菜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上脸书报 我们搜寻数名大头家 按个赞 一起冲破粉丝一万人 就在台海局势紧绷 迟迟不见各国表态的同时 陈时中说 当选就要推国际事务局 还说城市外交队 可以协助摆脱一中思想 柯文哲就大声说 这蔡总统敢不敢把陆委会 给并到外交部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事件议员 好 如果说陈时中要加强国际交流 防疫也就算了 但是两岸已经剑拔弩张了 他还要操作意识形态吗 其实陈时中提出国际事务局 站在我们议员监督的角色 跟立场而言 我个人的看法是说 是不是会跌床嫁屋 有这样的疑虑 但是陈时中这样提 其实他最主要是要凸显 要有别于说 因为柯文哲过去这几年 把城市外交借由双城论坛 一面化地导向中共那边的城市交流 而没有跟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 建立好的友好城市或者姐妹市 比如说柯文哲这八年 他只建立了三个友好城市 一个是那个厄瓜多的基多 一个捷克的布拉格 一个马来西亚的亚迪 但是即便陈时中这个讲法 大家有待研究 可是讲话呢也不妨多让 他也提出了青年局 事实上